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杏花 但是大家注意看这个画面上 没有结合后院的几个字 因为这些画不是我后院的 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杏花这个图片呢 因为每到二月底三月初 在我们南加州去北加州的高速公路 五号公路两边因为种植了大量的杏仁 就是平时我们在超市买到吃那个美国杏仁 这个杏仁树开花了非常漂亮 这个原野上到处都是开满杏花 你愿意一看 整个原野是一片粉白色的非常漂亮 那么三月份一般休节肯定会到北加跑一趟 那么顺便也会赏赏花 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下 在我们南北加州之间五号公路两边盛开的杏花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我们聊的还是有关中国的股市 因为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 中国的股市出现了反弹 但是呢 证监会的一系列的操作行为 令到政策影响了股市之外 再有就是一些股市大户如果通过过去的一些常用的手法 在股市当中获利将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 犯罪行为 要把牢底坐穿 要倾家荡产 在昨天节目播出之后 有一位朋友留言说 你忘了说证监会举例那家公司操纵了一百多个账户 其实那一段是我把它删掉了 为什么删掉呢 这一百多个账户你觉得能说明什么呢 我要问的是如果这个公司在股市里边开一百多个账户是违法的 那么首先它不可能能够违法的开出一百多个账户 这说明它之所以能够用一百多个账户来控制股市 是在一个法律的框架之内 不然的话证监会难道瞎了眼 不知道一个公司开了一百多个账户吗 在中国的股市有没有规定一个机构 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个人能够开几个账户 只能开一个吗 我个人的认知好像没有 那如果你没有规定我能够开几个账户的话 为什么我开十个一百个就是犯法行为呢 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所谓的证监会举的例子当中 说这个公司用一百多个账户来操控股市 这个一百多个账户把它删掉呢 因为在我们的屏幕上 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内容都放进去 但我觉得这一百个账户并不是事情的本质 本质是它的违法行为到底违法在哪里了 证监会应该告诉民众 不然的话你说它违法了 你把它抓起来让它倾家荡产 让它把牢底坐穿 但是我参与中国股市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在你 我能看到的法律框架之外 你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的法律 那么这个时候进入股市是不是非常危险呢 今天我们还是来聊聊 上证指数或者香港的指数 有了这么大的涨幅 涨幅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 上证指数一下子上涨了87点 上涨了3.23% 我觉得这好像是新冠以来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幅的上涨 最终的收盘价是2789点 我们说它之前虽然说有了证监会的政策 在后来在这个收市之前有所拉升 盘委的时候有所拉升 但是那是2000多少点 现在一下子涨了87点 而上证指数自从2022年3月以来 这是最大的单日涨幅 深圳的深层指数报8434点 上涨了469点 涨幅6.2 比这个上证指数涨的还高 这是2015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深圳股的这个创业板指数 也暴涨了6.7% 所以说这一轮的政策影响之下 中国的股市确实有非常大幅的增长 香港股市当然也受到影响 香港股市涨幅也达到了4.04% 那么问题是很多观众朋友在留言当中 要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涨幅能够维持多久 那么这次这个涨幅呢 根据中国媒体的说法是有三大原因 我们来看中国媒体怎么理解这次股市的反弹 根据中国媒体说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证监会2月5号发布了一个公告 披露了多起涉嫌操纵市场的恶意做空行为 我们说做空就是做空 恶意做空如何来衡量 这里边始终是我们看待这个新闻 一个最大的一个要点 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之下 大家知道最可怕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位 我尊重的人告诉我的 他在中国做生意也好 做官也好 最大的危险是在于 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有可能把你送进监狱 甚至有可能把你送上刑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大家都在做 好像从法律的框架上 你也没看到你违法 但是当这个法律突然有了另外一个解释的时候 你不但是违法了 并且是重罪 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说证监会我们昨天说了 他那个一天发了四个通告 第四个通告当中所说的恶意做空 这里边法律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么因为这个做空的 恶意做空的案件发出了警告 所以呢 要联合公安部门展开打击 于是呢 很多大户不敢抛出股票 我想这是稳定股票市场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问题是 每个人买股票最终都是为了卖股票 散户是这样 大户是这样 机构也是这样 如果说当我大笔的卖股票 就是恶意做空 就是到法律惩处的话 那么它可能造成两个后果 一个后果 现阶段 大户不敢跑出股票 不敢做空 另外一个方面呢 大户以后再也不敢进入这个股票市场了 特别是外资 如果有这样的法律 有这样的风险的话 大家觉得外资还会进入中国的股市吗 所以说证监会这次这个发文 好像看起来威力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它还会产生一个副作用 就是未来这些机构 这些大户投资人 谁还敢进入中国的股票市场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第二点呢 证监会还在同日表示 要引导证券公司延长或者下调平仓线 如果在股市里边混过的人都知道 什么叫平仓线 就是你买股票的时候 本来有一个股票下跌的下线 到了这个下线呢 你必须平仓 因为我们知道在股票的大手买卖当中 不是一分钱买一分钱的股 你可能在这里边呢 有一些是抵押的行为 有一些是溢价的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按道理说 这个股票的价值跌到一定程度的话呢 你就要强制平仓 你的股票就会被强制卖出 然后卖出所遭受的损失 你必须把它补上去 不然的话 这里边真是会有法律责任 但是现在通过下调平仓线 或者延长平仓线 意思就是 这个股票跌到一定的价值的时候 超过了一个警告线的时候 你还可以不平仓 这是一个正常股市操作的行为吗 如果说延长 或者是下调平仓线 那么这个股票如果再跌的话呢 那么这个损失由谁负责呢 是由这些证券公司负责 还是由投资人负责呢 所以这里边本身对今后的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除非以后股票市场只涨不跌 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政策还能可以做下去 如果这个股票停止了这个上升下跌的时候 而这个下跌的延长下调之后的平仓线 又导致了证券公司或者是一般投资人更大损失的时候 这应该如何处理呢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在礼拜二股市开盘之后呢 中央汇金公司代表国家队进入市场 这个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讲过了 但是问题是国家的这个中汇 所以国家中央汇金公司进入市场之后 无疑能够抬高这个股票的价格 或者能够让这个股市下跌的势头被制止住 换句话来说 如果说靠中国国家的基金进入股市 让这个股市上升的话 那么我们要问未来股市上升的动力在哪里 国家能够有无底洞一般的钱 可以填到这个股市当中吗 如果每次股市下跌 中国都是用国家的资金来让股市 停止下跌或者上升的话 那么这个股票未来它的市场当中 它拥有股票的人 还有多少是散户投资人 或者是境外机构投资人呢 当中国国家的资金 手上掌握大量股票的时候 那么这个股票未来由谁承接呢 我想现在中国的让股票市场不断上升 应该说我们简单的说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什么 第一板斧就是禁止大户抛售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构 中国的证券公司 中国的大股投资人 你完全有控制力 因为这些人不敢抛售股票了 不敢在市场上以低价来抛售股票了 那么股票的市场当然就受到了一定的稳定 第二就是国家资金进入 让股市看起来好像很稳定 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然后官媒不断的宣称 未来中国的前景长远看是非常好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经济前景长远 最终的结果是不好呢 这些进入股市的国家资金将会怎么办 股市进入国家资金要影响的效果是什么呢 第三板斧 希望散户一般的股民对经济前景有信心 对股票未来升值有信心 大家再投入像呼吸金一样 在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赶快补仓 如果股民这样补仓的话 那么会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呢 就是未来当股票下跌的时候 中国的股民所受到的损失会更加大 因为他被一个错误的信息所引导 他们进入股市 再继续对自己所买的股票进行补仓的话 未来他们损失会更大 这会不会令到社会所产生的问题 所产生的动荡更大呢 第二种可能性 当股民没有受这个官媒的影响 不再补仓的话 那么股民同样对未来这个股票市场的上升 具有一种期待 或者说一种幻想 当这种幻想破灭之后 那我想结果还是一样 会对经济 会对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 那么我们说 中国拉抬股市的三板斧出来之后 到底它对未来长远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经济接下来在今年发展 目前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要看中国今年的经济整体发展 我们来看看彭博社的一个报道 彭博社的报道当中 他还讲了一个 现在股市得以提振的另外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彭博社发了一条消息 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将与市场监管部门讨论股市的问题 这个消息显然增加了股市反弹的力度 彭博社这篇文章说了什么意思呢 就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三板斧之外 彭博社说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跟市场监管部门 就是证监会这一类的机构 要进行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当然讨论的就是 未来如何来稳定股市 为什么这个新闻令到股市反弹的力度加大呢 一般的散户肯定会觉得 连国家主席都重视这个事情了 难道国家不会推出 更强有力的政策来提振股市吗 其实现在就是中国已经拿出 最强有力的力度来提振股市了 从减息到降准 再到在市场上投放2.3兆的资金 来作为凭准资金进入股市 其实这是中国倾全力在救股市中表现了 习近平为什么接下来 有可能跟证监部门开会呢 跟这个监管部门开会呢 那我想这里边的信息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股票市场或者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 确实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之前所传说的2.3兆的资金 如果没有到位的话 之前我讲过了 这里边最善良的理解就是 这里边根本就是空穴来风 而最可怕的理解是 国家确实做出了这个应对的政策 但是呢 等到真是到这个海外的中资企业去掉钱的时候 发现这只是一个账面数字 根本没有钱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当然值得习近平要出来跟相关的部门开会 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 本身并不是说中国股市未来 或者说中国的经济未来向好 它恰恰显示了中国现在 无论是在股市未来的发展 还是经济发展上都出现了非常严重问题 而习近平要跟政监部门的人开会 跟监管部门的人开会 这说明股票市场的问题 可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其实彭博社的报道说 在相关的这个股票的问题出现之后呢 已经中国的相关部门 已经开了十几次的会议 这十几次的会议当中呢 很多专家推出了提振中国股市的一些旧市的方式 比如说大幅降低这个印花税 我们知道降低印花税 它直接的影响 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 在今天中国已经资金紧着的情况下 大幅降低印花税 这要考虑到国库收入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降准降息这个已经做了 鼓励银行扩大流动性也已经做了 还有要求国有股东 国资委国营投资公司 包括一些证券公司 大规模的回购或者增持 那么这个也做了 调动海内外资金 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 如果是账面上有钱 实际没有资金的话呢 这将会非常危险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路透社2月4号做了一个报道 它说中国现在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和国际市场的下降 威胁中国中小出口商的生存 过去我们讲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看中国经济发展 过去在改革开放这40年的三架马车 进出口还有投资以及消费 那么进出口就包括了 这个文章里面所说的小型进出口商的生存压力 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已经在过去16个月当中 一直处在一个下行的轨道 虽然说降幅不是说惊人的 但是问题是连续16个月在不断的下滑 我们也预期在接下来时间 我们也看不到这条线有往上走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是16个月或者是24个月下滑的话 那么它就严重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工业生产和就业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过去 已经实实在在的看到在中国发生了 无非就是外国的订单不进入中国 这就是所谓的欧美国家 对中国的生产供应链转移计划 所带来的影响 外国的订单不进入中国 然后令到中国的进出口受到影响 让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受到影响 从而影响了一般民众的就业 大量的进出口企业倒台了 大量的加工业制造业的企业倒台了 当然就越来越多的人失业 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当制造业进出口业受到影响的时候 失业的人口在城市当中并没有很明显的出现 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 很多人都回到了农村或者是一些三四线 四五线的城市 这样表面看了 失业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的热点 像北上广这些地方 好像并没有突出的显现出来 但是这些负面因素一直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甚至在农村在不断的积累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社会动荡 怕的不是从上而下 怕的是从下而上 如果在广毛的农村领域当中 或者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当中 首先出现了社会动荡的话 它影响的就是二线城市 或者是像北上广这样一线城市 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连锁反应的动荡 所以说从彭博社这个报道 中国现在生产者价格指数在过去16个月一直下降 这才是中国经济问题所在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国家在用大量的资金把股价给拉抬了 而下面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空洞的一个状态的话 未来这个往上走的股价一定会出现一个坍塌 这才是中国经济在今年最可怕 也最可能出现的现象 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利率上升 导致了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 那么这里边跟美国转移生产供应链 所产生的效果完全是一样的 中国有个财新网 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财新网现在是在中国媒体当中 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包括财新网后面的负责人胡舒立 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胡舒立本人有很多很多传说 那我想这些传说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分享 毕竟是传说 财新网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存在 存在是什么呢 财新网往往愿意讲真话 往往愿意讲一些真实的数据 这很明显 不太符合官方的要求 不太符合官方的意图 但是问题是财新网多次受到批评 受到打压 但是它依然能够爆出一些比较真实 比较能够体现出中国经济现实面的数据 财新网对中国12家国内外机构 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发现 今年1月份 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 将双双继续下滑 也就是说 今年中国这两个指数继续下滑的话 中国经济继续下行 这种情况的出现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股价在拉抬的再高 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 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当中说 他说不是啊 我看到我所认识的中国的一些 进出口企业的加工厂 还在继续接到来自外面的订单 那么你说订单正在转移 生产供应链计划正在转移 好像跟现实不符 我们看整个社会现象 我们不能看一个单独的现象 在欧美国家转移生产供应链这个计划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说了很多次 它不是一两年能够做得成的 所以以当下目前这种状况 中国有没有一些加工企业能够收到外面的订单呢 在财新社的相关报道当中 他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浙江台州的一家经营灯饰的加工厂 这个业者告诉财新网 他说他接到了一张订单 这张订单总价值多少呢 150万美元 但是这150万美元跟过去相比 这个报价已经减少了25% 就同样一批货 过去可能价格更高 现在只给了150万美元 大家不要忘记了 全世界都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 而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之下 这家加工企业厂收到订单 同样的订单 跟过去相比少了25%的资金 这家企业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 要么就关门 要么就亏本做这个生意 这家企业最后接下了这笔生意 那么这种亏本的经营 还能够坚持多久呢 确实有一些外商 他现在看到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困境 趁机在中国的制造业身上 耗羊毛 趁机有低价来给中国一些订单 这样会令到中国的经济 能够像过去一样蓬勃发展 不要说蓬勃发展 能够很快复苏吗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所以说这次中国股市的上升 我们希望它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发展 作为基础的话 我很难相信这次股市的 这么迅猛的上升 会坚持的时间很久 接下来股市到底怎么走 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观察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感谢各位入口 感谢观看